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其实这个游戏名字叫做霞雾雨 当然这个游戏之前还有那个测试服 测试服的话那时候我也有玩 本来也是想录制视频发布给大家看 可是重点就是当我玩了一天过后 他就再也不能够再登录了 所以现在他应该算是正式的服了吧 应该不会再三档了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所谓的 他的伺服器,就只有SE 风花雪月,也就是幸福啦 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游戏 当然这个游戏的话的那个下载链接 我也会放在我的视频下面 所以喜欢的话你也可以下载来,就是一起玩 等一下啊,这个东西是继续玩,就不要理他吧 因为最主要我就是,就只是一个试玩而已吧 所以我觉得绑不绑定的话不重要哦 当然 你看啊 这就是他所有的角色哦,你看 这个就是他的浪克 还有这个是鬼影 鬼影就是忍者吧 也就是刺客哦,然后这是灵丝 他的是远程范围还有三线哦 然后鬼影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近战爆发还有突进 浪克的话是近战,增强还有守卫 就说他是坦哦 还有一个妙手 妙手的话是远程毒,毒伤还有治疗 所以他是补血师哦 所以这是法师,刺客 刺客还有这是剑士 当然他有他有男女,男女分别哦 你看 男的 女的 然后女的鬼影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哦,女的鬼影好可爱哦 然后零四的话,女的是 哦 可爱 还有这个呢 哦,这个就只有女 呃,他的那个妙手就只有女的哦 所以妙手方面的话就没有男女选项哦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然后这里的话当然我们就选浪克吧 然后我们就放一个 就放我自己的名字吧 就是游戏试玩 然后我们就完成进入游戏 来,我们就直接下一步 呃,当然你看啊,他 他这个游戏是真的好哦 他的那个怎么说 他在给你创建角色的时候他很多元化哦 你看 我可以给他头发,就是类似这么多的颜色哦 当然还戴一个帽子都行哦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发型比较好 然后就来一个 我可以来一个黄色好了 所以你看啊 他脸哦 脸也有哦,脸色就可以带一个眼镜 哦,还有这样独眼哦 OK 然后这个的话就 等一下 然后头的话 衣服哦,衣服都有哦 衣服 衣服的话可以 哦,可以选择新的颜色哦 看吗,就是这样哦 然后衣服的话就 直接这样吧 头饰的话就直接带一点帽子 会比较酷炫一点哦 脸饰的话就带一个眼镜 炮海表情哦,他表情才屌吧 可是这样也看不到啦 因为你戴上墨镜怎么看啊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直接 创建角色 这个 他这款游戏它的那个打法比较另类哦 因为我试完了它的那个 就是那个会删服的 就是会删 会删除服的 会删除挡的那个服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游戏真的蛮值得推荐的 等一下我让大家看一下哦 我们就跳过镜头吧 这东西不需要看哦 我们就直接进入游戏 进入正题就好哦 然后他 当然他当中他也有迁积到 就是一点点 有点类似于那个 任务游戏哦 他 你看你可以跟着他任务走就对哦 等一下我让你们看哦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 我们就先跟着走先 跟着任务走先哦 你看就是这样哦 很另类很独特哦 因为你看他呈现的方式 他是用一个一个方块哦 等下你 因为程式的话可能还看的不明显哦 等一下的话等一下你们看哦 等一下你们到户外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我说的那个 到底那个方块有多么的明显哦 所以你们现在就 耐心等待吧 我们进入我们就已经进入咯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 点击继续 然后我们跳过 看他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方块了 看到吗 就是这样走 不错吧 当然当然这游戏的话 我就我就我也想把它 全部角色试完一次 然后也做一个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吧 然后你们就 就可以在看了视频过后啊 就自己可以选择自己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你喜欢怎么样的角色 因为这是引人而异的哦 有些人就喜欢近战 有些人就喜欢哦 就喜欢那个敏捷 有些就喜欢魔法 是不一定的哦 所以你看 基本上你看他技能 他技能还蛮多的 你看这个旋风技能 而且他技能的话 还没有漏顶时间才掉哦 你看 我就一直出 一直出 当然他还蛮上他的那个mana的哦 就是还蛮上他的MP的哦 你看 是不是比较特 独特一点哦 是不是看很独特哦 他就这样跳 然后再跳 看吗 都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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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块放块的格子组成的地图哦 超帅吧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别理他 我们就继续 做我们的任务就对咯 看吗 这个什么 什么疼啊 我不会念的那个什么 什么战士哦 他有格子哦 你小心他格子哦 这是他格子 技能的范围 你别理他就 你不要 不是别理他 你要闪掉就没事了 OK 一个雷 然后再来一个转 然后我再转 我再转 哎呀 我竟然忘记闪呢 我还笨笨的 还可以跳哦 其实还可以跳 你看他干屌还可以跳 你看我跳 我跳 然后一个技能给你 我还按不到哎 因为怎么说啊 他的那个 讲讲 他的那个 太小了 他的那个 他的按键太小了 我只能这样说 come on come on 这是一个一个格子组成哦 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 很另类哦 当然我还蛮喜欢他的 战斗模式 战斗模式的话 我玩了这么多手游的话 我觉得他这个战斗模式 是我最喜欢的类型的 来我们就走咯 然后 解说什么东西 永恒什么 ok 我们去看看一下哦 哦 这个就是可以 哦 看明白了吗 这个就是 可以拿到他的神器的方法 你必须要通通过这些关卡 看吗 看到吗 就这些关卡哦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 跳过推货 跳过 那我们就跟着任务走就是咯 当然他装备的话 你不必急着要 比不急着拥有 你就是 一个一个一个任务做 你就可以拿到了 OK 我们走咯 是蛮多元化 你看每个人的角色 每个人的角色 他们都精心自己设计自己打扮 所以都不一样 看起来不会单调 不像一些游戏就是怎么说 所有的剑势都一个样 所有的法师都一个样 这样看起来就会 怎么说啊 单调一些吧 来 就是这样转 内力不足 哇 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啊 我的内力不够哦 所以就说嘛 你不能够 不能够乱哦 sorry sorry 你不能够乱哦 你必须要怎么说啊 呃 跟着跟着跟着那个任务走 还有跟着他来数 他要的数量打就好了 别乱了 别乱安哦 不然就像我刚才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 弄到他的 这种方法 放快放快 看到吗 放快放快组成了 地图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就继续做化任务哦 因为他12级 他12级就可以解锁多一个那个技能哦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尽量吧 看能不能玩到12级 我解锁他那个12级的那个技能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就继续走吧 他的箭头 我不要走了 我看我按 我按这个 就跟着这个任务走比较好吧 因为自己走的话 我感觉还要走好远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跟着任务走 让他自己去吧 可是 诶怎么现在 诶呀等一下等一下 这边有一点糟糕了耶 自动 我按 我先按一个 给他自动先哦 然后我就 直接这样按 让他自己走哦 他刚才走走一下 走走一下 他基本上他已经敢 你看他走 已经走在水上了 有多扯耶 因为刚才我跑去乱跑哦 其实他刚才在那边的话 我应该就直接按 就是自动哦 我让他自己去寻找 寻找任务 任务的那个 寻找去完成任务就对了 ok 是到了吗 是到了 哦到了到了你看 角色 他的角色上面有问号哦 跳过哦 然后就 应该可以拿到吧 我们看一下 哦还不行还不行 再继续 来 不知名的大侠 哇这个够屌啊 名字 不知名的大侠哦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技能哦 对 来技能来咯 这个就是技能咯 技能来咯 一键升级 ok 他他只给我一个耶 所以 而且他技能方面真的好多哦 我跟你说好多啊技能哦 所以这这款游戏的话是 是属于那种可以让人啊 玩了比较久的游戏吧 因为他多元化 加上技能多啊什么之类啊 你就你就会比较有兴趣啊 继续一直玩就下去啊 来我们来看看毛毛 所以这里的话就 来我们继续哦 这个的话是 我三千经验了哎呀 还不错耶三千经验哦 鞋我要鞋 可爱吧你看就连他路上啊 他路上的怪都可爱可爱哦 你看呃我先取消先吧 因为这个不重要哦 等我等我要绑定的时候 我自然而然会绑定吧 所以你们不紧张哦 哦我才我才一个move哦 一个技能哦你看 就一个技能哦 我就已经拿完了你看 哎就是这样哦 来我们可以提交 好快怎么他突然间跑那么快啊 拾取 OK 我要拾东西 他是在挖东西还是拾东西啊 来这里就继续吧 OK 提交完任务哦 后我们就 我们就交吧 这个是交哦 拿到了拿到了 就是啊所谓就是给你的一个一个装备啊 你慢慢拿慢慢拿就是了 然后再来两个 下升等方面的话这个游戏啊 这个游戏在升等方面的话 他还是属于比较 比较没那么简单吧 OK完成了 所以一下我就有一个宠物了 看吗 宠物解锁 我 来 OK 出战 就是这样哦 走吧 看我的宠物就会跟着我了你看 就是后面那个我看到吗 那个毛毛 名字叫毛毛哦 来 他一直说与我和干哦 这个 太屌了这个 来我们继续 而且我现在发现到哦 他的玩家显示就是这样 他的玩家哦 应该说太多人玩了吧 这个游戏会有点烧卡吧 因为我我我经过的玩家都怎么看不看不到样式啊 他就是看只看名字这样走过 来 所以我们现在继续吧继续哦 那我们跳过对话 总是要用最快的速度吧 最快的速度玩的去就对了 跟随哦 我还有一个就跟随哦 go let's go 跟着一只狗哎 ok 这个我们就使用打火石 所以你看他任务方面的话也蛮也蛮特别吧 他任务方面还算是有精心的 精心的去制作 他任务你看这是他的任务哦 ok 所以我们就快哦快哦快哦 因为还有好多东西还有好多东西可以看的 你一玩下去你就知道哦 你应该带裤吧 你看我这个造型超酷的吧 ok 他怎么不按不弄一个就是跳过跳过键哦 就是让我们快点快点快速快速结束这个故事剧情哦 然后 ok 7集哦 其实算到还蛮慢的 我我这个游戏12分钟哦 他才一个7集哦 他没有他也没关系吧 哎 等一下 怎么这么这么快就遇上boss啊 我们就给他打过吧 这个是变异大黄压后雪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游戏的那个背景音乐哦 你们注意听他背景音乐哦 我现在就不出声你们听他背景音乐哦 就是有一种那种 好像有让人怀念啊 好像有一种回到回到童年的那个时候的那种声音 很可爱哦 超喜欢哦 装备哦装备也来了你看 一样一样的解锁哦 我按错了按到技能哦 但没有关系我们试试看就开 一键升级 然后没有咯 都没有咯 好 然后继续 继续我们该做人物就对了 这里的话就又是不知名大小哦 我看库巴 骑上了神雕哦 我们就飞往下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哦 超帅的吧 你看 就这样飞着去哦 来 我们到了 而且啊 他这个教学的话 这个教学的话 我不懂了 我个人感觉啊 还不算真正强制性的教学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点的话 他还做到蛮成功的哦 因为有一些他会有比较 强制性的教学的游戏的话 呃 他太久的话真的会令人比较反感一些哦 他这个还不算真正哦 完完全全是说 强制你的那个教学 他没有哦 因为你看啊 就算我现在 我不要跟着哦 不要跟着好任务走哦 我都能去就是随处走 然后找路上的野怪来打之类的哦 来我们跳过 但是这些剧情的话很 很不错的耶 我是建议你们啊 如果你有下载来玩的话 你可以看他这个剧情哦 是真的很不错哦 来我们走 我们走 我们走 你看这是手动哦 所以我先用手动先吧 他手动其实还蛮好玩的哦 你看还蛮过瘾的 我转 就是这样哦 一路一路去就是哦 当你按这个自动 他就自己来了哦 他自己来也有他的好处啦 可是重点是 如果玩惯了玩惯了自己来的话 你就觉得啊 你玩这个游戏都很像没有任何的存在感吧 不会吗 你们不会觉得吗 所以所以有时候啊 有时候 别说是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了 如果我自己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通常都是一定是用 就是用自己的手动方式 就不用自动哦 因为用自动的话 感觉 感觉你玩这个游戏就 就怪怪的 没有那个存在感哦 你没有很真实的 在融入这个游戏当中哦 OK 看到吗 就是这样哦 特别吧 然后就 就可以和他对战哦 wowwowwow 这个是你看 蛤蟆王 战力2999哦 哦 战力2999 开玩笑的说 我的战力是他 少少他好多耶 能打吗 能打吗 这是我在想的东西 有能打得赢吗 我的战力才1278哎 哦 快快快快快 啊 我也来不及跳哦 跳快点跳 快点跳 快点跳 那里面有四把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看一下 哦是因为我打 我打赢他咯 要鉴定宝箱哦 蓝色蓝色什么 我该看到一个蓝色 蓝色我没有看清楚 只看到他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 那个东西 这是什么 OK 这是护腕 OK 这里的话就 哦 哦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还蛮好奇的 再好像看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哦 有了有了 一个宝箱哦 看解锁了一个哦 你看 解锁完了 可是还蛮到蛮蛮蛮久的吧 要三十四集耶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话 绝对会有第二个视频哦 只是看我只是看我什么时候要录制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话 嗯 怎么说啊 我蛮喜欢的 我真的蛮喜欢这个游戏的 然后我们就再继续先吧 我们继续再看看一下哦 呃 这什么 白衣公子哦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继续就对了 总之他任务现在先跟着走就对了哦 任务跟着走 哦 那是什么东西 哦 OKOK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刚才跑去按掉哦 他是要叫你去那个地方哦 可是他传送的时候他感觉上给我感觉他好像 他好像在挖东西 又好像在踩东西这样的感觉哦 来 第二张哦你看哦 永安城哦 永安城哦 就一下子就来到 也不算一下子吧 十七分钟哦 来我已经来到第二张哦 当然这里的话由于他的那个等级不是很好升哦 所以我觉得游戏的视频的时间也有点偏长哦 所以我在这边就做一个结束哦 当然很快哦 很快的人就要看我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游戏哦 就是霞鲁鱼的第二个视频 当然其他角色的话我又陆陆续续的去就是做分享一下吧 就让大家参考一下哪一个每一个角色就要也大家参考 让大家参考让大家知道每一个角色的各个的不同啊 还是他们的那些就是看吧 看你们可以选择哪一个吧 先让你们看先哦 所以这里的话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拜拜 好 好